欢迎来到安徽的曼海顿 请注意了 这个视频节奏有点快 但是把最精华的东西射给大家看 安徽有多肥 作为旅游博主告诉你 安徽的GDP已经突破万亿 并且在五年之内要冲击1.8万亿 有网络喷子说 合肥的1.8万亿 房地产占七成 那么明明占九成 为什么只说七成呢 因为怕喷子狗咬狗 喷子说啥就是啥 键盘侠不需要调查 安徽的中央公园项目 位于鲍河大道以西 锦绣大道以北 安徽高速以东 京台高速以南 总面积为15.3平方公里 其中观景绿地占面积7.83平方公里 是由洛港国际机场改建而成 洛港片区被定为 合肥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 建成之后 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 中央观景周区保留了2000多米长 60米宽的飞机跑道 打造世界最长的地面艺术大地景观 直到2020年 周边住宅吹风价已经达到25000块 六成的首付 但是现实告诉你 李孝国族常常败 国族向你还房贷 合肥虽然是安徽省省会城市 把潮湖也规划到合肥 让合肥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不要忘记 合肥下沙的三个县市 分别为长峰 肥东 肥塞 这些城市真的是富裕吗 它没有中工业 没有厂区 所以说合肥也就是一个二线城市 说新一线城市的 只是个安慰而已 不过合肥的房价也是很高的 每一次说合肥啊 嘴炮们第一句就是说 我们又有京东方 又有未来 未来不用说了 厂房都比保时捷好得很 车好人好 就是不好卖 一直碎碎念念的 京东方真的是够了 苏州不屑一提的 自己也有京东方 本土的好公司多得很 一提到合肥 干嘛就反复提人家 北京来的分公司 丢不丢人 反正没人觉得尴尬 凡事不要说那么绝 合肥从2000年 到2020年 将近20年的时间 合肥的GDP翻了近30倍 相当于每年增长37.44% 如果说某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个20年经济发展的 最好的城市是深圳的话 那第二个20年 那就非合肥莫属了 你看柬埔寨 三年就发展成一个小深圳 在2008年的时候 面板龙头京东方 在那个时候 是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小公司 因为它那个时候 没人看到中国的显示屏产业 所以我们当时的显示屏 主要还是依赖进口 而就是那一年 韩国的企业压缩对我们的面板出口量 所以短短6个月的时间 面板的价格涨幅超过了30% 那个时候合肥占出来了 他决定引进京东方 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显示屏产业 大家要知道 当时的合肥一年财政收入也只有100亿 但是为了推动这个项目马上上马 合肥市政府承诺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的80%来投资 事实证明合肥赌对了 所以说现在的合肥 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屏生产基地之一 拥有京东方 维希诺等一大批龙头企业 也打通了整个产业链 而这批投资也被誉为合肥制造业的突变的转折点 京东方之后 合肥也没有停下脚步来发展 这一次他把目光转向了储蓄芯片 先是烧签买技术 然后开始自主研发 埋头苦冠四年 终于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封锁 去年更是成功研发出 全球首款120层的QLC闪存产品 成功带领着中国的储蓄芯片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QLC闪存的固态硬盘 定位是廉价大容量硬盘 在同容量的QLC闪存写入量 是远远低于TLC的闪存 假如我们使用512G的硬盘 每天写入200G的数据 也只能最多使用四年 今天的合肥已经是拥有半导体 集成电路企业200多家 合肥是当之无愧的半导体制度 下一个话题 为了解决各地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此前已经投入了巨资 新建了蓝水别吊等吊水工程 而且到如今 还是各地建设着各类的小中规模的输水工程 比如说是中部省份的安徽 我们又投资了912块 912亿元 打造了又一个超级的工程 它就是引江济淮工程 这个工程顾名思义 就是一项指长江水源 引入淮河的区域性吊水工程 建设供期长达6年 在建设完成之后 来自长江的充沛水源 可以顺利进入淮河 解决淮河沿岸的缺水问题 并且增强了淮河的航渡能力 从而增强整个淮河流域的经济实力 这样子让好多来外专家都羡慕了 GDP又来了 淮河是一条位于华东平原上的河流 经过了河南、安徽、江苏多个城份 是多个地区来以生存的水源地 和内地城市的主要航运线路 而如今因为各地经济发展 是对水源要求量越来越大 淮河的水量捉襟尽咒 需要从外部掉水来支援 因此我们投资建成了一个 引江挤淮工程 这是安徽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建工程之一 建成之后将分为三段把长江水引入淮河 增加淮河的水量 保证淮河沿岸城市的经济发展 根据估计整个工程建设完成之后 安徽和河南两地将近有5000万人直接受益 有可能上千万人摆脱缺水问题 请准备好手中的钞票 我们一起买水吧 人说博主专门翻找垃圾桶 找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这里是53度广场 位于合肥市 辉州大道与繁华大道的交叉口东北角 比林合肥南站 规划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 是一个集鞋字楼 酒店 酒店文化风情街 商业名吉善地等一体的大型综合体 53度广场将打造出中国以酒文化展 稍为主题的酒文化风情商业街 由于现在的年轻人不喝酒了 导致建商场就是一个消化 可更可笑的 20年前 合肥站烂尾了一个五周商场 如今合肥南站又烂尾了一个53度 只要前到位 一切无所谓 既然烂尾了 建议炸掉恢复绿地 相信购房者哭晕在厕所还没有出来 趾岳 火松变了一次